昨天为了要不要公开第24个确诊病例 也就是北部60岁女性的所在地 卫福部长陈时中 盪上了国民党立委蒋万安 而就在今天 陈时中也再次主动说明 他强调地方政府 都有确切地掌握这些病例的活动轨迹 除非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才会考虑要公开 不然公开这些资讯 恐怕只会造成社会的恐慌 另外被说是白排车司机 感染源的浙江台商父亲 在call in节目上 抱怨自己儿子没生病 却被贴了标签 陈时中也用健保就医资料回籍 不过也再次呼吁外界 不要对确诊者或是接触者贴上标签 因为在这一段防疫期间 人人都有机会成为相关人物 到底要不要公布武汉肺炎 第24个确诊病例的所在地 卫福部长陈时中21号 杠上国民党立委蒋万安 更引发网络论战 事隔一天他再上火线说明 地方政府一定会知道 没有办法被掌握的地方 那可以来跟我们说 那我们会考虑来公布 陈时中强调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 地方政府都有掌握 活到必要不会公开 全然都能够掌握 那我觉得是图振大家的恐慌 今天这样的一个足迹 明天亮一个足迹 那对整个社会又有什么帮助呢 陈时中不只再次回击外界议论 对于身为白牌车司机感染源的 浙江台商的父亲 call in电视节目 抱怨自己儿子没生病 但却被贴标签 他也有话要说 他就明明从1月22号到2月10号 都有伤呼吸道 呼吸道相关的症状在就诊中 他说不要针对我儿子 不是当他在新闻这样披露的时候 他儿子就已经被标签化 我但还是要呼吁大家不要 把相关的医疗人员 感染者 接触者 不要把它标签化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除了呼吁比再用不时爆料 增加社会困扰 更希望大众别帮确诊病例和接触者 贴上右色标签 做好自身防疫 才真正对疫情有帮助 解送报道